配上其实昨天晚上跟我讲的最最重要的关键字就是 其实曾宏康 我跟你讲我看这整个新闻 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请问她们到底遗言是什么 她比较想知道我遗言是什么 还没有完成的心愿 因为她还不知道 应该我的密码怎么可能知道 我都知道 不用特别交道 所以问我的时候我还真的 没有想到什么遗言 因为我们平常该说话都有说 极其极其形的 嗯 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梦想都会 在生日年赶快完成 所以有万万在那里下入 才会带你回书啊 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没有就是配章回来了 我们贝斯在台北 他们只是在那边念书 我们就是偶尔去看看他们 不用回去半读的需求结束 这女儿也还没念完呢 念完啦 女儿已经在工作了 儿子大三 不女儿已经上班之后 开始贴补家用 对 嗯 贴补水电费 然后两个都有打工跟上班嘛 所以还好嘛 嗯 还是很贴心 没有太大的孤单 我们俩就基本上在台北 就是工作什么都在台北 他们那边就是过年 可能会回去一两个地方 跟他们一起过年 因为他们过年没放假 嗯 所以我是毕业过 会有在公司 看机缘 看他自己 看他自己 如果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嗯 女儿是因为还没毕业就找到工作 他去寻找 他去寻找 有一个在台北 在台北市的照片 我在 他现在是在一间 律师师所当网组 那有没有想要呼吁就是 一些盗用你的照片 我被盗用很多 骗台的啦 骗色的啦 通常是一开始 用我的照片去交友 交友软体 交友软体出现过 然后又在脸书 对跟在脸书上 我都是朋友跟我解读说 你干嘛私讯我 这是不是你 他还可以加个Line 就是他下面留言就是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 沿递跟你认识 希望我们有没有 能够进一步联络 他都留这种 然后用我的照片 所以有片交友的 对 有借钱的 借两万的 然后 也有去借钱的 嗯 然后投资有没有 投资还没出现 股市的那个还没 股友是我们朋友 受害很多 可能股市是下一步 我觉得 因为你已经直接跳过股市的那一步 我觉得股市那是上一步 我已经先 我已经直接到了网声店来 哈哈 就是被用过很多次 就不堪 有点不堪其老 因为之前就 怕大家真的会误会 所以还有在那个脸书写过成绩 那这次的感谢大家 都帮我直接上了新了 如果误传实訊的话 也不方便打给你本人 哈哈哈 打给我本人 OK的 可以像你昨天 晚上跟我讲的最后一 最最重要的一件 就是 先生我看 我跟你讲 我看这整个新闻 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请问 你到底遗言是什么 对 他比较想知道我遗言是什么 他没有完全的心愿 哈哈哈 因为他还不知道 我 欸应该我的密码挺有趣吧 我都知道 不用特别交代 所以问我的时候 我还真的 没有 想到什么遗言 因为我们 平常该说的话都有说 是极形的 有什么想法 你好像夢想的 都会在有些一支年 趕快完成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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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